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個發展商就是Barris Holmes和David Wilson Holmes 這個屋苑其中一個賣點就是近著火車站 走出去火車站十分鐘都不用 有火車可以直接去到倫敦 隔一個站將會有一條新的火車線 會連接著牛津和劍橋 由東至西打橫走 有條新的火車線當然會幫助樓價有正面的影響 除此之外屋苑門口也有巴士站 屋苑已經有一間新的小學運作 前面這麼大塊的草地 現在有一個遊樂場 預計在2025年中至尾 開始在前面會有一個新的District Center 落成的 將會有一間的超市 有GP 亦都有一些咖啡店 今天就會介紹 在我們現在左手邊的Barris Holmes 我的影片是介紹右手邊的David Wilson Holmes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我們今次介紹前面的一個叫做Milfield的屋形 是1325尺 它的特點就是上面這兩間的睡房是雙連的 所以technically它應該叫做一間 semi-detached 雖然發展商就說它是Linked Detached 那景呢就是望著前面這個位 那有一塊的草地 才去到對面的樓 所以這個位置相對來說都比較開揚一點 那同屋形現在有兩個單位是放售 那它下面呢有兩個的車位 那還有一個車房的 那中屋形樓上就會比較闊落一點 因為多了泊車上面的位置 用來做一間房 我們進來這個叫Milfield的屋形 今天第一次介紹這個屋形的 這個單位已經是放售了 但是呢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裡面的職位是怎樣 那正正前面呢 就是廚房連飯廳都很大 那旁邊就是客廳 那這個位置 有個樓下的洗手間 那樓上就是四間房 那個樓下洗手間 這個尺寸來看都是正常的 不算是特別小 有一點可惜的是沒有槍 不過都有個抽氣線 那有個小的洗手的盤 那還有後面有多少的磚來擋水 那有一個的radiator 那這個也是交流的標準 那地下是Polt Antico 門口 有一個的radiator 那在這一邊呢 那有少許位可以擺個鞋櫃的 不要太大的那些 比較細小小薄的那些 那我們就由廚房開始看氣了 那廚房其實都幾大 那這邊是個飯廳位 那至於廚房呢 一個L字形的廚房 那都很多光在進來的 那現在是下午的4點幾 那這個配套呢 包括裡面有一個雪櫃 那都是正常高深那種 如果一個不夠的 那大家可以考慮 放一個在radiator旁邊的位 那升盤的話也很夠大 也有很多窗 是望著花園 那這個單位的花園都幾平 那這個單位已經賣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和大家看看 現在放售那兩個單位的花園是怎樣 那這邊的櫃 那這邊呢 有個大的洗碗碟機 正常的SARS那種 這邊的櫃都挺新的 那有四個的明火珠色爐頭 和七紅煙機 這邊這邊就是個焗爐 那只一個熱水爐呢 那就放在這裡 那上面也都會有Carbon Monosaki Alarm的 那至於洗衣機呢 就收在這個位置 那除了洗衣機提供了之外 那旁邊還有一個位置 是可以用來擺一個乾衣機的 那這邊 那這邊 有個抽起扇啦 那Fusebox也都收了在這裡 那都預算了呢 這個是Tumbo Dry的位置 那下面那裏 那所以這種 單位那個的廚房呢 其實就非常之好用的 很夠大的這個 那平時人少的話 可能放一張八人桌在前面 人多的話可以用在這個位置 那他旁邊呢 那就是客廳 那個客廳呢 那個背面都比較深的 那我們前面的箱可以開到啦 那旁邊的兩隻呢 那是玻璃 可以透一點光進來 那這個位置 可能都剛放在 剛斜這裡 建設位置就預算是放在這裡的 那這邊可以放一張大的梳化 都預算在這個位置凹下去 是放在梳化的位置 那這個梳化其實都很夠大 那有兩個螢幕 那些電鍵都分得夠散的 那一個在門的旁邊 那一個就是前面那裏 那至於出回來呢 有個樓下的Storage 把樓梯底的位置凹下去 還有寬頻也都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時候都看回懸崛位 好 然後呢就上去樓上啦 那上到來之後呢 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一間的大的商量房 那大家那個的方向那麼好的話呢 都可能猜到了 那這間房呢 那就是剛才樓下的泊車位的上面來的 然後轉過來這邊 有三間房還有一個貨房的 那你可以說這個單位呢 本來就是三間房的 那但是呢 就用了泊車上面的那個位 那就變成多的房間啦 我們先由這個位置開始看 那這裏呢有對頭窗的 那所以採光度啊通風度也是非常之好啦 那前面都是看著這個景 那當然啦 遲下會起多些樓的時候 那就會遮住後面的景的啦 那但是起碼前面呢 都有些草地位啦 那這個位置就是 這個單位賣了啦 那但是旁邊呢 也是對著類似這樣的景的 在我們的右手邊那裏 那裏 大概三四間屋左右啦 那這個位置就非常之夠大 那我預計了呢 這個是放一個床頭位啦 那床尾就是前面這裏 那他電製位呢 都算是比較多的 我們前面有兩組啦 再加上我們現在鏡頭 鏡桌裏面各自一組 那至於這個景呢 就是看回內圓景啦 那這排屋呢 有少許要和大家去 提醒大家的 對面的樓呢 是一些Affordable housing的樓啦 好啦 那出回來這裏之後呢 這條的走廊啦 那主人房在我們現在的右手邊 我們先由這間主人房開始看起 這個窗戶也很夠大的 還有 浴室的窗戶也很大 那預計了床頭呢 是放在我們最前面那裏 那裏 衣櫃呢就可以放在我們現在左手邊 進來這個位 那裏 那都預計了這個位置放在電視啦 那在外呢其實這個樓口位 也可以放在一個小一點的衣櫃的 那裏 那有一個的窗戶下面啦 那窗的話就是左右兩邊可以開到 那至於這個浴室呢 這個尺寸也不錯的 這個尺寸也不錯的 那有多小窗戶可以開到東西啦 那這個 那這個沙盤也是夠大 這個是Radiator 那除了窗外呢 也有個抽氣線的 那這個企光也都是正常size那種啦 正常寬身那種啦 那些企光的話當然就是全磚 那邊 那座次那邊都合適的 地板呢就是鋪回這裡的地板 在他旁邊呢 有一個櫃的櫃 那都幾好 把櫃放在一個走廊位啦 不需要 部份的單位 把櫃放在房間裡面 這邊其實是比較煩的 要進去房間裡拿 這個位置 都幾合適的 那只要看一下這間房 那這間房的size都不差的 可以做回一間雙人房 那預了床頭可以放在這邊 那三邊可以放到床的 那至於衣櫃呢大家可以考慮放在前面排著牡牆的位置 那他旁邊呢 那他旁邊呢 有一間 size來計算都是類似的房間 那預了床頭位都可以放在這邊的 那衣櫃也可以放在這裏 又或者可以把它調轉 都可以的 那我放在這個位置 不是太大的 這個位置 那因為這個位置其實都 這個是全家房間最暗的位置 那收起來在這裡的時候 那大家可以考慮 那張床頭 放在我們左手邊或者右手邊都ok的 那到最後呢 那到最後呢 就看一下 那個牡牆的房間啦 都幾寬敞的 就這樣看呢 好像看到只有一個房間 其實不是的 因為呢 那個旗桿就藏在這裡 所以這個單位有兩個的旗桿 這個就是比較正方形那種 不是最大最寬新的那種 當然是做全磚的 至於洗濕盤 座廁浴缸 那些位置和尺寸都合適的 那這一種的 浴室 那也是可以說這個發展商 其中一個最大的 我們見過最大的浴室 雖然沒有窗 不過呢也有個抄襪線這個位置 而上樓上的Lodge就是這裏了 那你就看完了這個的 已經放售了的單位的裏面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屋形如何呢 比我的話呢 其實我都幾喜歡這間房很夠大的 但是呢 因為這間房在 泊車位的上面 那下面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間房呢 其實冬天是比較冷些的 因為這樣呢 所以把Fermostar放在這裏 因為其實通常Fermostar 就放在主人房那裏 但是因為這間房比較冷些 發展商就把Fermostar放在這間房裡 放在這裏 但是多了一間房用呢 還有這麼大的Size房呢 其實都一個不錯的Bonus來的 如果不是呢 這個單位本來是可以做到個 三房的detach 但是多了這個呢 將這個單位和隔壁的單位 連起了 這個工場隔壁呢 那就是 隔壁那個的同樣的Size房 那發展商就說它是Links Detached 但是個人認為這間 像一間的Semi Detached多些 因為通常的Links Detached 都是將車房連起 並不是將房間連起 好 看完這個單位的入面之後呢 就看一下外面的環境 以及現在放售那兩個單位的 花園是怎樣 那同屋營是放售前面這兩個單位的 那剛才我們就在上面的其中一個單位 看那個的燃樓 好了 那先由我們右邊這個單位開始看起 那這個就是泊車的位 那樓上就是剛才所看過的那間比較大的房 有它自己一個Thermos大的房 那邊穿過泊車位 那邊穿過泊車位 就可以來到這個車房和過花園 那都跟大家看看這個車房裡面是怎樣 那都是做得挺帥氣的 那四邊都是磚 那四邊都是磚 也都有燈 那都可以開到燈的 那後面呢也都有個插數位 那然後呢 那就跟大家看看那個單位的後面 那就是那個睡房的窗 那見到呢已經是鋪好草皮 那花園有少少的暗斜落去前面那個位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那也都是鋪了一些patio的位 那些鑽的位 那這邊也都有一個的水龍頭 那用來方便淋花 那那到來這邊呢 那在車房的後面也都有一個比較窄的位 可以用來擠一些雜物 那再看回街屋的外形 那那和隔壁屋之間呢 那有一個的那位的 那現在下午大概5點多鐘左右 那見到那些陽光呢 那在這邊都可以入到來間屋 還有個花園的位的 那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 那是472500 472.5K 472.5K 那看完入面之後呢 那和大家看回去外面 那隔壁屋已經搬了進來了 那剛才看過都好像幾nice的logo人來的 那出回去外面呢 那大家會見到前面剛才提的那塊草地了 那到上面呢就是那間睡房 那這邊都是製造了一些保溫面的 那其實 那看完了這個燃樓單位之後呢 那我們看看隔壁那個的燃樓單位的那個花園 那我們走到隔壁單位這個位呢 那其實有少少的上斜的 是很輕微的 那我們這邊一直看下去呢 其實去到最遠的那個位 是一條河樓 那我們這邊的個位比較高一點的 那這個角度就看得清楚一點啦 那剛才我們看了左邊的單位 那現在看右邊這一個 那兩間屋之間呢 那前面剛才所見到的那個那位 那也都有少少的前軟的 那前面塊草地呢 那越上去這個位呢 那就越闊的 那這個單位都會有兩級樓梯啦 那剛才那個單位就應該是沒有的 正門那個位 那外形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分別的啦 那只不過是跟剛才那個單位是左右調轉了啦 那一樣都是有兩個泊車位啦 那也都有一個車房的 那看到隔壁屋泊了車呢 那都是住著人的啦 那至於這個車房呢 那基本上呢 都跟剛才那個一模一樣的啦 都是有燈啦 那還有後面有個插梳位 那至於這個花園呢 那斜度跟剛才那個比 就好像稍微平少少的 那前面那個fence呢 那都是沒有什麼水泥位凸出來啦 那這個就是個水龍頭啦 那剛才我們在隔壁那個單位 那見到這個 那一樣的fence 那是另一邊啦 那就是下地比較多水泥位的 那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花園呢 那其實是高過隔壁那個花園啦 那還有這邊呢 這個就寬落很多啦 那跟剛才那個的車房後面那位比的話 那剛才那個比較窄些的 那基本上 只可以放少少東西的 那這個呢 那真是寬很多 那也都可能因為這樣啦 那那個的價錢就稍微高少少的 那這個是475k 比剛才那個是貴2500磅 那所以就算是同一個屋型的話呢 那放在不同的位置 也都可能有稍微不同的售價的 那可能看回花園的大小 那樣啦 或者有沒有車房也是一個的考慮因素 那通常一個車房就大概10至15k左右 那還有因為那個車房在我們另一邊 那所以沒有了車房阻著那些光進來的花園裡 那看完入面之後呢 那就出回去間屋的外面啦 那見到外形呢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不過是跟剛才那間屋左右調轉了 那拍車櫃都不算窄的 那見到旁邊的屋拍了車之後呢 那兩邊都可以輕易地落到車 那還有多了閃縫的位置啦 那冬天的時候呢 那也都可以省了時間不用鏟雪啦 那這種單位其實本來就變得挺帥的 那只是大家要留意的 那就是那個花園的對面呢 那是available housing啦 那那些人要特地走過來的話呢 那就是都要繞一個大圈的 那大家對這兩個單位有興趣的話 那也都可以和他們聯絡 那拿更加多的詳細的資料啦 那我們現在呢 那就是身處在這一個位置來的 那整個size plan 那整個development的項目 那就是有2080個單位 那整個development的項目 那整個development的項目 那就是有2080個單位 那是分了好幾個不同的發展商啦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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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深色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是小學 那一間新的小學 那火車站呢 那正正是這個位 那走過去呢 那這裡走過去大概7分鐘左右 那這個紫色整個呢 那將會是一個新的district center啦 那裏面有什麼呢 那裏面有什麼呢 裏面有馬塞啊 有co-op的超市啊 有咖啡室啦 那應該會有個診所啊 那這樣 那所以其實整個這邊 建好之後呢 那將會是非常非常之方便啦 那這個公園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呢 那就是很近的火車站 那就是一個聖尼爾的火車站 那在屋苑走過來的話 那十分鐘之內都會到的了 那這條火車線呢 那是可以直出倫敦的 是快車啦 那那 那那下呢 那也都有一條新的火車線啦 那轉一個車站呢 那就可以 由東至西這樣去到Cambridge Milton Kings 又或者牛津啦 那現在去的話 那要先到倫敦轉車的 那那我們介紹那個單位 走出來大概兩三分鐘左右呢 那就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日落景的啦 那那遲下呢 那現在這個公園都會擴大的啦 那在公園的再走前一點呢 那就已經是間小學啦 那這條路一直向前走呢 那也都會去到巴士站 和火車站的 那而市中心的話 就是前面轉左就是的啦 那就走大概十幾分鐘的路啦 可以去到市中心 那附近那邊也都有 Little的超市 Waitrose Iseland Marks & Spencer 如果開車六分鐘左右 也都可以去到前面這間大的 Tesco Extra的 那旁邊也都有個油站啦 那其實劍橋裡面呢 或者附近還有其他選擇的 那包括了前面這一個的屋苑啦 包括了前面這一個的屋苑啦 叫做Mali 那現在是有放售兩房 三房 四房 和五房的House 那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啦 去到劍橋的東南部有一個全新的屋苑 那是CB21的Postcode來的 那屋苑的名叫做Fairhurst Park 那是一個現有的民居裡面啦 那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區來的 那而在近住劍橋市中心啦 CB3這個區 那也都有三房和五房的House 在放賣的 那也都另外還有一房和兩房的Apartment啦 那這個屋苑也都有一間的大的Sainsbury超市啦 和Outstanding小學的 那大家也都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 那了解多更加多關於這個屋苑的詳情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Saint Nears 可以說是一個地標位之一啦 那這個Bridge House啦 那是一間十六世紀開始已經運作的酒吧 那在正這條橋的下面呢 那是河邊旁邊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景色是非常之美啦 那這條河呢 那叫做River Great Ouse 那是英國其中一條主要的河流來的 那我們有另一段片呢 那是用腳走啦 那去介紹剩下這個地方 那我們今次就用車走 可以去遠一點點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景色 那這個地位是在HIGH STREET那裏 那一頭一尾 就算用腳走的話 都是大約五分鐘十分鐘的位都走完的啦 那開車過來的話呢 泊車都容易的 那剛才我泊車都是很容易找到一個位 那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裏面 那這裏 還有可以進來Town Center走到的車級市場呢 那有Watros 那有Marks & Spencer 那也有Iseland 至於其他店鋪方面呢 主要的銀行啊 這些大約連鎖店都會在這裏存在的 那如果你說要再多些的店鋪的話 那可能Cambridge就會多些了 那到Cambridge的話 那都是開車一半個小時可以去到啦 那中間經過一個香港人非常熱門的地方 那邊叫做Cambridge 那如果反方向向西走的話呢 那可以去到Milton Kings的 那大約40分鐘車程左右 那去倫敦的話 火車最快46分鐘可以去到倫敦的市中心 那大家見到的 那在我們的左手邊 那就是一個Market Square 那我們走前少少就會上一條橋 那就會見到剛才我們所介紹的The Bridge House這間Pub了 那去到橋的另一邊呢 那在我們的左手邊 那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那叫做Riverside Park 那在城裡是一個很美的公園來的 那去到橋的另一邊呢 那也都有一條很長的河可以走 那在河邊那裏走 那大家都可能正約見到 那有很多很多的船仔拍了在這裏的 所以它環境呢都真是好美的 那我們上回橋之前呢 那大家都會見到 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些比較新的Apartment 那之後呢 那我們進回市中心那裏了 那講回聖尼日這個地方 那有33,000人口左右 那人口的結構呢 那大概93%是白人 那89%是英國出生的 那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傳統的英國白人區 那聖尼日這個地方呢 都很長的歷史 都超過1000年的歷史 那名字是源於在一個以前的修道院 那叫做聖尼日的 那這個地方的治安都相當之好的 那Crime rate是59 那英國平均是79 那所以都是比英國平均第一大字 那我們現在就離開國市中心了 向著屋軟的進化 那大家會見到 那左手邊的一間這裏 那其實開車的話 都是大概兩三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溫泉含這個地方 那過了這個小小的迴傳處之後 那在我們的左手邊 那就是聖尼日的火車站 那我們現在就穿過了 這一條火車軌的橋 那去到橋的另一邊 那大家開始會見到一些新的樓 那這個新樓這個範圍呢 那正正就是Wintrendum這個地方 那我們轉去回旋處的右手邊 那我們就進去Barratt和David Wilson Holmes的範圍了 那在我們前面的左手邊 那個啡紅色的建築 那就是那間新的小學 那在旁邊 那也有個巴士站的 那我們的右手邊 那就是剛才提過的那個District Center 然後很快 那我們在這個彎位轉進去 就已經是到了Barratt和David Wilson Holmes這個範圍了 那到最後都和大家看看這裏的實景 那現在在建樓或者是建了樓的範圍 那一邊看的時候一邊都和大家講解一下這裏的校網 那其實這裏的小學呢 那是相當之不錯的 那除了屋院裏面的那間小學之外 那這裏附近的小學呢 那全部都是GUD 那還有一間Outstanding 那但是中學呢 那就稍微差一點點 那所以呢 那中學 那這裏最近的GUD 應該是Outstanding的中學 那都要去到Kamboon 那大概15分鐘的車程 才可以去到 那再看看晚上這個景色 那其實David Wilson Holmes和Barratt 基本上是同一個位置 那前面呢 那就是Barratt Holmes的位置 那晚上的時候呢 那都是相當之寧靜 和感覺都很安全的 那拿著機器在周圍拍攝的時候 那也都不需要擔心是 會有人來打劫啊 這些這樣的恐懼 或者擔憂了 那正正前面那個呢 那就是將來的一個District Center 那暫時是做了一個兒童遊樂場的 那兩個屋苑相比的話 那David Wilson Holmes 那價錢會相對地稍微高一點點 那但是那個的空間感也可能會多一點 那Barratt的話 那就比較平民化一點點的價錢 今次和大家介紹這個屋苑 和聖尼亞Z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哪裏租樓賣樓 裝修甚至乎賣樓 那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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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